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讲法 我就全身变,好像电流一样 我就只能说我找到我要找的老师了 那么 第一次 但是第一次听到老师听老师讲法 那么第三次 我第三次老师在这里讲法 我第三次才到老师家 因为第二次老师在别的地方讲法 我又到那个地方去听老师讲法 那么第三次老师在这里讲法 所以我又到老师家里去讲法 那么讲完后呢 我就正式要拜老师做老师了 那么老师他就很谦虚了 他说呢 清完圣人啊 他一个地址也无了 所以老师他就说 我那个 这个我很惭愧了 没有不用做你的老师了 老师这样跟我讲 他说 你要你对这个法 你有清楚这个法的话呢 我们共同来学习这样子 但是对我而言 老师他可以讲这样的话 但是对于学法的我 我不能这样子啊 我就是在老师家的佛前 那个是百年前的 那种佛像的前面 我就跟老师正式的邻里 正式的邻里 正式的邻里 那个为老师 因为在我的心中啊 我并没有说我是出教 他是在家 没有我没有这种心 因为老师他虽然是在家 可是他有那个家杀 就是因为日本的佛教 他们没有这种出教的习惯 他们是就是 他们都是在家 在家的佛教啊 所以本身 我并没有像我们台湾一些人的强法就说 在家人不可以 因为你出家不一定在家人 因为我并没有 我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众 可是因为真正的出家是出这个三界的家 不是出这个左门的家 对对对 所以我本身并没有那个观念 我只是要找老师 就是带我走出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自己用这个心念 所以我正式带老师 应该有 你可以感谢老师 应该可以 对啊 本来就是啊 我挺你啊 我还问你 我还问你这个啊 我这老师第一大呢 所以我讲到有没有错 我讲到有没有错 对啊 先生 阿里加特国赛 对 对 所以那时候你再上次来 我说我要去大老师手机 他好顶礼他 我说 我没有 你说阿阿阿 我说不然他好顶礼他 我没有那个心意啊 不知道你 他以为说你是 他以为总是在家人当中 没有没有 我没有你那个意思 因为 其实那一次我就跟老师 跟他讲说 我们应该顶礼了 他就想说 不是 因为在家长 大家都顶礼了 因为他们都是以老师为老师 对啊 说老师可以顶礼 我都可以顶礼 有啊 那他就顶礼啊 那天我就想 应该跟老师顶礼 他就讲 因为他想说这个话 我们不知道老师 会不会跟你说 我们在家人不应该 因为我们在台湾 就有个习惯 就说 所以我问你 就问顶礼老师 因为上次讲 我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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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嘛 因为我老袋 就要想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说 他开病你会这样 所以他听起来 没有没有 所以我这一次要写那一张 给你看 对啊 就叫你誤解了